首尔市政府捐赠台湾灾民阿力水活动 由驻韩国代表陈永错代表接受 副代表方仲强及代表处同仁都在场管理 陈永错表示莫拉克台风造成的损失 初步估计超过4兆韩元 灾区水值严重污染 十分感谢首尔市政府捐赠10万瓶瓶装饮用水 大家知道我们风灾水灾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是水灾过后因为原水的浊度浓度太高 反而没有水来可以使用 所以这一次首尔市政府捐赠了这么多瓶的首尔民产的阿力水 我相信对我们的灾民正是一个及时雨 首尔特别是上水道事业本部长李正宽强调 台湾遭到台风肆虐 首尔市民感同身受 他希望台湾灾民能坚强地站起来早日重建家园 李正宽强调高距离时代的汉江称之为阿力水 首尔市政府在汉江上游的巴塘水库 将进化的上水源消毒处理后瓶装 就是现在的阿力水 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155项水值检验 不必煮开就能饮用 而首尔市政府赠送的10万瓶净重72公顿的阿力水 将运至高雄港转送到各地灾民手中 他文官电视黄巡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